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我们现在呢 要来看一下她 其实哦 她一直以来 从12月28号开国以来 她一直都被放在12月29号开国的910旁边 那你知道吗 她虽然被放在旁边 可是她一直被忽略 我每一次拍照 或者是每一次做观察 或者是每一次看哦 都只看到910 为什么 因为910很特别 她后来越长越开的时候 因为910在开国的时候就已经长了一根长长的根气了 所以呢 她就会很吸引人的注意 那这一颗呢 她是开国的时候没有长根气 可是呢 发现到她的头是源头的 因此就拿来种种看 但是她们两个放在一起 我却从来没有注意到她 可是你知道吗 就在我完全没注意到她的时候 她竟然偷偷的 默默的啦 不能讲偷偷的 就长了很长很长的根了 我们来看她的根气长得多漂亮 你看 就长成这个样子 这是典型的 用来观赏 用非常非常漂亮的根气 我们把它拿近一点给同学们看 看 她的根气 中间有一根长长的长出来 直直的 然后旁边有这两根 有没有 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根气的造型 然后再来就是 她的裂开的部分 荷默我没有把它打开 我只是把它剪开了旁边 就她就自己长得这么漂亮 然后一样是中间有一根根气 然后旁边有两根 长长的 接下来中间这根根气哦 分开来长了好多好多长长的根 那我这样看下来 我觉得好像 好像可以归纳出就是后儿这一个品种的酪梨 它的根气的长相 所以下次我觉得我应该可以用素描的方式 来把它的根气做一点描绘 然后让大家更熟悉 更认识这一个品种的酪梨 它的种子是怎么长 它的根是怎么长的 那以后呢 同学们如果在种植的时候 也可以去观赏它的美 你看它整个是这样子打开来就长 那我必须讲说 这一颗酪梨种子 九三零后的酪梨种子 它给了我一个生命教育 就是说 即使你被放在角落 或者不管你被放在什么位置 没有被看到 你还是要自己努力的去生长 去成长 终有一天到你羽毛就是像孔雀一样开屏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被看到 虽然这个还不到孔雀开屏的程度 可是已经是非常漂亮了 就它已经美到让别人关注到它了 所以这个酪梨种子教给我的人生的道理就是 即使你在角落 也要不断的努力等到孔雀开屏的那一天 你就是最耀眼的时候了 那今天呢 除了要跟大家来谈一谈这颗 2022年12月28号开果 然后种下水耕下去的这一颗酪梨种子之外呢 也要来帮它换盆 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到说 如果再这样种下去 它其实跟最底已经长到了底部了 所以就要来换盆了 那我就发现到其实大概就是 你看从28的话 29 30 31 再加今天11号14天了 两个礼拜它的根气已经长到了 有 我们来量一下它的根气 有5.5公分了 所以大概有将近6公分 好 那将近6公分 最长的将近有6公分的长度 也许这个就是它生长的密码 就是大家要知道 两个礼拜之后 这个酪梨种子它的根就会长到大概是 6公分那么长 那假设今天土根是如此 假如今天放在土里面的话 14天两个礼拜 它应该就是把泥土牢牢的抓住了 那根据我过去的经验就是 酪梨大概是在第10第11天 就会非常明显的把土抓住 你的种子已经拔不起来了 所以为什么我会知道呢 因为曾经我种了一颗洛梨 那我怀疑它根本没有发芽 没有动静 所以大概在10天11天的时候 我就用手想要把它拔起来 就没想到它竟然拔不起来 我就知道它已经生根 因此我就把它放着 让它继续来生长 那这一颗我们今天就是要来 把它换一个盆的瓶子 这个瓶子一样是这个电解水 台湾的电解水 有一点带绿色 也有点带蓝色 这个颜色叫什么呢 叫Tiffany吗 我不知道它叫什么蓝 总之 我觉得这个瓶子或许带来了一点好运 让它可以长得很好 所以有一些好运的瓶子 我都会把它留下来 这个叫Tiffany蓝 它就叫Tiffany绿呢 OK 不管怎么样 我一样是用了这样的一个水平 来让它继续生长 那将来假设说它又长更大 我也许就会考虑把它变土耕 那或者是说继续找一个更长的来养它 那这样子就可以很美妙的看到 它的这个耕部耕气的美 所以再来就是我们要等它完全发芽 的时候去看看它的牙到底长什么样子 因为910后是尖头的 所以它长出来的三个三胞胎 那这个圆圆的呢 这个圆头的它的牙长出来会是什么样子 其实我也很期待 只是现在它的发芽线都还是黏着 我发现它好像还没有能力把自己推开 所以我们就继续等吧 今天很高兴能够替这一颗酪梨 它是930的后耳 我们要帮它来做换盆 930的酪梨种子 然后帮它换盆 然后我们帮它贴上它的新的家的门牌号码 这是它的身份证 我们把身份证号码贴上去 那以后就可以继续观察它的生长情况 我们贴低一点 这方便我们之后再来看它的这个根气的时候 就不用那么的就是被挡住 OK 好 我们现在也让它转一圈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先看根部 根部这样子 很漂亮 对不对 好漂亮哦 然后这个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这边根气也很美哦 就在瓶子里头也很美 好 那么就这样子咯 我们来转一圈 给大家看 say goodbye say hello see you next time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今天就说到这里 更多更精彩的内容 敬请锁定 中阳研究院 拜拜 拜拜